你没炒菜吗 你只叫我煮饭 没叫我炒菜呀 盘点沙雕媳妇的迷惑日常 你确定不要我和你一起去呀 一起去了 路不好走 那我在家干嘛呢 你在家煮饭 为猪 这是什么奇葩操作 真的是 让我在家煮饭为猪 来 再给二位家庭 逍遥吃过的同款 珍珠翡翠白鱼汤 吃完好好转肉 老公你这是回来了吗 难道我回来的 不够明显吗 饭煮了吗 煮了 猪喂了吗 喂了 饭呢 饭喂猪了呀 怎么样 没让你失望吧 干得漂亮 逍遥家的媳妇会煮饭喂猪 这故事在村里购穿好几代人了 那改天我再煮饭喂你 哼 那不是什么 啊 你不会也要吃饭吧 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就抽风了呢 别管我 我睡了没给你煮饭 但是我给你煮面条了呀 人间情多真爱 不好意思啊 这高压果煮面条 好像有点不太合理呀 合理 很合理 你看这面条煮的多烂 简直有点棒棒的 谁又知道最后结果 nice 很久都没吃过包子了 你合作吗 自信点 把麻子去掉 啊 包子没心可不行 怎么办 完美 这些包子摊上去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想法呀 书行诡制的 这都什么馅儿的 这个图都馅的 这个你擦 爷 我做梦都没想到 你给我上吃 你不能吃上这种 你还真棒 怎么样 好吃到哭了吧 老公这树叶要怎么擦 这可不是一般的树叶 先过一下水 然后把它切碎 再放上两个鸡蛋 一起炒香的 明白 交给我吧 洗一下就洗一下嘛 还过一下水 切碎 放上两个鸡蛋 一起炒 老公吃饭啦 我要去收拾地链 在家看着小羊 真是搞不明白 为什么要看着小羊呢 老公我给你送上午来了 茶壶煮汤圆 怎么样 不行吗 好 快尝尝我煮的好不好吃 甭管好不好吃 光这茶壶煮汤圆 就能让人记住一辈子 我先回去撸鸡蛋 你等一下回来吃 好 这鸡蛋卤的是真好吃 您是怎么做到的 就把鸡蛋放在卤水里 卤的呀 你有没有洗一下 卤鸡蛋还要洗的吗 你吃鸡蛋又不喝汤 洗不洗有什么关系 怎么了嘛 你吃饭明明你吃不吃 好啊 我要桶装的 在家跟火腿肠 好的 我就给你加火腿肠了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人才 想不到我体十公斤的男子汉 年纪轻轻的 就吃上了这么软的饭 我也是第一次用柴火煮丁饭锅嘛 以后多煮几次就好了 蛤 你这化身极为腐朽的方法 是怎么想到的 行啊 别嫌疼你这唯一的家用电器了 我还给你烧了汤 这是咱就瓶了吧 这东西我不是藏起来了吗 你怎么又拿出来盛汤了 你这副骨饰沙瓦饭里 要啥没啥 就这一个盆看着有点艺术感 你还小气 老是藏起来不让用 不是这东西 它太珍贵了 所以不舍得拿出来盛汤盛饭的 这有多珍贵呀 这么跟你说吧 再过些年 这一件宝物 在北上广深足可换的一间豪宅 有道理 老公吃饭啦 你做的这是什么 碳水鸡蛋呀 这是 祖传的方法吗 我自创的 怎么了 好哎 一点都没烂 我看有人在请吃一个说炒的特别好吃 是不是真的呀 是真的呀 而且一年里能吃上这个的时间还没几天 那我这就回去做饭炒它 你知道要怎么炒吗 小菜一点 我做的怎么样 简直 太棒了 你问你要煮豆吗 我想学着做点豆腐吃 做豆腐 疼黄豆呀 这是红豆 做到海枯石烂也做不出豆腐呀 行了 做豆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等我时间了慢慢做 今天多炒几个菜就行了 嗯 办好了教我们 好的保证完成任务 是多炒几个菜 是多炒几盘菜 小姐 完美 吃饭啦 来了 这同样的菜 为什么这么多盘呢 不是你教我多炒几盘菜的吗 啊 你走成不行了 我得抓紧去买一个 你在家我一根牲口怎么样 啊 我行不行啊 你行的 要相信自己 那好吧 你大意的 这猪命都没有了 叫我拿什么味 耶 你又可以吃草 拉猪是不是也 啊 啊 啊 老公你回来了 还没喂好呢 早喂好了 但是猪没吃几口 为什么 猪命没了 我给他拿了点牛草 啊 哈哈 你给猪拿了点牛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牛可以喂猪草喂猪食 但是猪不可以喂牛草 啊 那怎么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什么板栗 感觉不太好吃啊 让我炒一下 好啊 有这是什么 草板栗啊 啊 啊 什么啊 好呗 这才是 真正的草板栗 哈哈哈哈 我不是叫你把这个剁一下吗 剁了呀 啊 怎么剁的 哈 这样剁的 哈 哈哈哈哈 这样剁的 还能吃吗 哈 这样剁的不能吃了 所以我没敢骂 他赶紧握手拍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么聪明的你 就没想到用菜刀剁吗 用呢 发生了一点小意外 火 哈哈哈哈 不要紧吧 还好还好 哈哈哈哈 您这真是 把慧嘴伤身表现的很棒 哈哈哈哈 纵横厨房一两年 第一次死死而已 嗯 不愧是你啊 哈哈哈哈 煮是什么 包裹饭呀 啊 怎么了 包裹饭是真的 是真的呀 哈哈哈哈 这明明都是煮的嘛 啥是煮的嘛 我的意思是 包裹饭是要把包裹磨成面以后 撒水拌潮时用蒸过来蒸 不是这样直接掺水煮 之前你煎我弄过的呀 我没学会 你是怎么磨的 我没磨袋子那边咬的 这是猪命 那怎么办 错过吃一顿吧 这是干净的粮食 你也幸福了一下午 呵呵呵 哈哈哈哈 老公 那根杨油 全都装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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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人才 这地明年还种玉米吗 做 那就别瘦了嘛 明年它又能长出来了 有道理 老公我带两个搬手来帮你搬包骨了 搬手 搬手 好哎 你这又是在干嘛呢 难道我干的不够明显吗 在下眼珠 确实没看出您这是要干嘛 其实我也是个搬手 我在搬你除草 这些是故意种的麦子 不是要除掉的草 那个 我突然想起我该回家煮饭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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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我又穿火了 我快回去处理一下 他怎么弄的 怎么就全掉地上了呢 我隔壮胃挤了下 竹子断了 然后就是你看到的这样 你昨天不是说 喂好点鸡就会下蛋了吗 干的漂亮 小老家的媳妇就吃到鸽肉喂鸡了 厉害 快过年了我把被子洗洗 你那么惊讶干嘛 好哎 我这被子洗得很彻底啊 洗完我都拿不动了 所以叫你来搬下马 干的漂亮 逍遥家的媳妇会洗被子 呀 尴尬了 车没电了 这才不是加油的吗 是加油的 但是需要电来启动 我把电给你清来了 嗯 吴迪是多梦 多么寂寞 车用的电和家用的电 不是睡相的电 嘿嘿嘿嘿 那这么怕 明天终于吃上一顿硬饭了 真的呀 是不是我用彩虹煮电饭锅的技术 已经从入门到精通了 别骄傲 保抄这状态 明白 慢点吃啊 我还给你煮了鱼 高压骨煮鱼 怎么了有问题吗 厉害 没问题 想不到我一个帅的乱七八糟的男人 竟然能吃上一个 没问题 没问题 想不到我一个帅的乱七八糟的男人 美得一大糊的女人 用高压骨煮的鱼 完美 咦 怎么了 这鱼 也太新鲜了吧 对不起啊 因为这锅没有电视功能 所以我不知道这鱼要煮多久才好 不愿意 是怕高压骨的不是 有道理 我等做饭吃了 太迟了 我得赶紧放羊去了 不吃饭怎么行 一断没关系了 老公我来给你做饭了 你看电磁炉都带来了 好耶 但是 你拿电磁炉来有什么用 给你做饭用呀 这是山上电磁炉 他不需要电吗 尴尬了 我现在让你吃上热服的饭聪明过头了 什么 我做模拟的不 哦 这么厉害 我听说磨鱼可以煮成很好吃的磨鱼豆腐 我想试试 磨鱼是可以煮成磨鱼豆腐 但 肯定不是这样煮的 那要怎样煮啊 反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像我这种帅的乱七八糟的人 也搞不定他 所以别弄了 我烙饼分那支 老公你真的会烙饼吗 你信我吗 我当然相信你了 那我肯定得会呀 我以为你是一个只会画饼 没想到你真的把饼做出来了 一个只会画饼 却不愿意努力做饼的人 把他带给别人失望 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